回家 编狼 作曲 李宗盛 偏偏一叶变皱 再不懂许多愁 双肩扛起了时 数不尽的忧 给我一杯酒 何尽人牵手 何尽千古成经的承诺 没人如此多角 英雄自古风流 纷纷扰扰只为红颜般 三天宿 给我一杯酒 风火几时休 可挽着被一切再重头 江山仍在 远难依旧 温温黄沙烟渠 多少少念头 悲欢是非成败 转眼成空 滔滔江河汹涌 逃进男儿的梦 曾经海阔天空 昂首莫回头 痴笑轻狂 倪文晨都 你不认识 不认识 吃蛇肚 不认识 自己不认识 不认识 不就厉害 你的城空 看来你倒来劲了 不就是借你的暗器吗 小事一桌 回去 怎么样 目标还有没有 我这倒还有一只 别得意的太早了 要想赢我宇文成都没那么容易 习武之人应该以武功比输赢 武德比高低 以惯用暗器实在可耻 只要能赢过对方 有什么可耻不可耻的 我才不管这套 宇文成都 像你这种不择手端的人 留在这世上实在是一大祸害 小子 放暗器也是一种功夫 独标没射杀也是你运气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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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叫你老爸来也没用了 叫什么叫 你还有什么本领 快我使出来 什么啊 快说 瞧你那副鬼样子 刚才不可一世的神奇样上哪去了 又来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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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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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成都 你呀 心术不振 到头来 嘿嘿 还是被自己的暗器杀死了 这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大都督 这是宇文成都的坐骑 普面遁地鞠 这可是一匹好马 四弟 这次剿灭宇文化疾 你是第一大功臣 我一定要好好地奖赏你 沉恶扬善 这是应该的 那个宇文成都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辽城一战占联军数将 尤其是伤了裴将军以后 他的气焰更是嚣张 若不是有出战 这个仗很难打下去 李将军说的对 宇文成都虽然可恶 但是他的武功确实高超 要高出裴元庆将军一筹 如果说宇文成都的武功高超 那么元霸将军的武功就是超一流的了 超一流的武功我可不敢当 其实都是两日冰铁锤的功劳 今天他们两个辛苦了 大都督 大都督 报告大都督 联军已经全监了宇文化级的军队 刚才宇文化级逃出山谷时 正好被夏王斗剑德的军队抓住 夏王要将宇文化级带回河北 凌迟处死 好吧 反正人是夏王抓的 他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还有 魏王的主将徐茂公向大都督辞行 因为落口有紧急军务 他以拔寨而去 请大都督见谅 徐茂公 我看魏王营中 徐茂公倒是个有胆识的领军之才 报告大都督 末将与徐茂公有一面之交 那徐茂公熟读兵书 聪明过人 特别善于用兵 夏王斗剑德现在正在辽城 他要宴请大都督 末将军 请你回去回复夏王 多谢他的盛情邀请 但是现在长安有紧急军务 要我回去处理 没有办法复宴了 请他谅解 秦表哥 昨晚魏王下密令 在北城外杀掉宅让的余部三千多人 这种时候怎么能兄弟之间相互残杀 我听说自从魏王杀掉宅让以后 一直梦见宅让的手下要杀他报仇 瓦刚军曾经盛极一时 现在大家相互猜忌 人人自危 我看马上要自毁长城了 我们联络几个兄弟一起去劝劝魏王 你看怎么样 对了 楚姑娘曾经劫狱救魏王 这些话比较管用 都说楚姑娘是魏王身边的人 说不定城外的大屠杀有她的份 据我的了解 楚姑娘她肯定不是那样的人 请将军和罗将军快快请进 楚姑娘 我们兄弟二人有一事相求 不知你是否 都是自己人 不用客气 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你尽管说 楚姑娘是否知道昨晚在城郊发生的事情 你是指斩杀宅让的亲戏卫队的那件事吗 是啊 对了 连同他们的家眷老小在内一共杀了三千多人 魏王这么做太不得人心了 我曾经欠过他好几次 可是都没有用 现在天下未定 十八路返王都想入驻中原 魏王这样滥杀无辜 这一步会使好端端的瓦岗军军心涣散 众叛清离 好多过去跟随宅让的将领 现在都人心惶惶 很是不安 楚姑娘曾经节育救魏王 所以你能不能好好的再劝劝魏王 二位将军所言极是 我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 昨晚斩杀宅一步 确实是件让轻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现在魏王被一些阿谀奉承的小人包围着 我的话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瓦岗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 好吧 既然二位将军这么信任我 我马上去魏王府再劝劝他 我和罗贤帝跟你一起去 我想只要小明大意 魏王会听得进去的 难得二位对瓦岗军如此忠心 我和你身材上崇择 我和你身材上崇择 你要把沙摔寺帝 我跟随了他的 你很像热三 Por Castle 是什么人 这么晚了还来打搅本王 在下楚萧香参见魏王 末将罗成参见魏王 末将秦琼参见魏王 是你们 请坐 谢魏王 楚姑娘 你们找本王有什么事吗 自从魏王接受瓦岗军的军事指挥权 瓦岗军军威大振 两年内南征北战 连克几十座城池 拥兵八十万 可是自从蔡剑德杀死宅让以后 瓦岗军对不相互不和 甚至还闹到了自相残杀的地步 不用说了 宅让和他的亲戚一直要谋策我的王位 他们结党营私 企图发动兵变 所以杀宅让平息兵变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请各位谅解 可是他们的家眷老小上千口人 要犯了什么法 放肆 我是魏王 我想杀谁就杀谁 轮不到你来叫醒我 这 魏王请息怒 楚姑娘也是一片好意 我们恳请魏王以大局为重 好了 你们的好意我收到了 三位请回去 快去吧 送客 魏王 想不到瓦岗军会弄到这般地 看来李密要一意孤行下去 当年我落魄之时翟大哥曾帮过我 看来我也被列入黑名单了 现在搞得每个人都不安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瓦岗军竟然会弄到今天这般地步 清哥 与其整天这么贴心吊胆的 不如我们转投民主 另找出路吧 不行 瓦岗军正处在危难时刻 我们应当以大局为重 可李密现在重新那些吹牛拍马之徒 整天成眠酒色 是啊 真希望魏王能够醒过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了 清哥 他连救过他性命的楚姑娘都横加怒斥 你对他还抱有什么幻想 我看瓦岗军迟早会毁在他的手中 清哥 你看 清将军 罗将军 楚姑娘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 汕雄信将军带来掩饰的两万军队 投奔了洛阳的王世冲 什么 汕将军投奔王世冲了 怎么会这样 自从杀了翟让 魏王对翟让在瓦岗寨的旧部下一直不放心 昨天他请汕将军来落口议事 汕将军没有来 怕遭不测 当汕将军知道翟让的三千清兵和家眷被杀以后 就带兵偷奔王世冲 我真不明白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汕将军为人正直豪爽 待人和善 我一直把他当老大哥 他怎么会 是啊 汕将军是瓦岗军的元老 自起兵以来理措强敌战功显赫 他的出走对瓦岗军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魏王已经把善将军的家眷老小全部抓了起来 这次看来又 看来又要进行一场大屠杀了 真残忍 我劝魏王要刀下留情 可是魏王没有听我把话说完就把我轰出了魏王府 还放言 再有规劝说情者一律斩首示众 魏王正在气头上 我真怕他会做出更加反常的决定 秦歌 你怎么一声也不吭 你倒说说我们该怎么办 秦将军 看来事态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应该想想办法来应付这种严重的局面 是啊 事到如今总得想个万全之策 不知二位将军有什么打算 秦歌 楚姑娘在问你 你倒是快说话 事到如今还能有什么办法 魏王这样滥杀无辜 太残忍了 完全无法饶恕 罗贤帝说得对 不要再对魏王抱幻想了 看来这次我们瓦刚军就要毁在他的手上了 他真是逼着我们走 是啊 要是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这儿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二位将军 我跟你们一起走 我倒有个去处 就是不知你们两位同意不同意 只要能离开这儿不受到魏王的威胁就行 秦歌 你说说看要我们去哪儿 我们去投奔长安的李世民 你们看这个建议怎么样 和我想到一起去了 李世民胆识过人 是成大事的人 对了 李世民的女朋友长尊小姐 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去年我陪李世民去汪家庄看牡丹花 半路上遭人伏击 李世民立敌数十人 那好 事不宜迟 今天晚上我们就动身 罗兄弟不要着急 还没听主姑娘把事情说完 一伙贼人埋伏在半路突然袭击我们 我不信中箭受伤 李世民一个对十个 我当时就觉得他因此薄发 有一股射人体魄的神灵之气 真是个英雄 好 我们三个人想到一起去了 好吧 大家分头准备一下 我去接老母亲 三更天从西门出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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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杨广啊杨广 你搜刮了许多许多金银珠宝 现在我来帮你想用真是天意 郑王殿下应该马上称帝 这样就更顺天意和明心了 目前称帝尚早 李世民和斗剑德李密刚联手灭了宇文化戟 我可不当出头鸟 郑王殿下英明 娘娘 你怎么了 娘娘 快醒醒啊 娘娘 娘娘的金脸 我的图纸 我的宝贝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除掉李密这个眼中钉 瓦钢菊已经分化瓦解 审营信投奔我们 现出掩饰城 李密缩在洛口城 已经是朝不保夕 这一期我有了传国玉玺和成队的珠宝 这天下早晚是我皇室冲的 报告郑王殿下 李英侯尚师徒将军求见 好 快请尚师徒将军进来 遵命 赵将军 快把地道的图纸收起来 是 李英侯尚师徒将军到 末将尚师徒参见郑王殿下 尚将军多礼了 快请坐 坐 末将按照殿下的旨意请来了魏文通和新闻李将军 太好了 魏文通将军和新闻李将军可都是武功一流 是啊 他们俩可都是末将花重金请来的 他们都愿意为郑王殿下扫平反王效力 很好 本王正想要接天下英雄豪劫大干一场 为新二位英雄已在门外恭候魏王殿下召见 真的吗 真的吗 真是太好了 尚将军 快请二位将军进来 郑王殿下有请魏将军新将军 末将魏文通 拜见郑王殿下 拜见郑王殿下 二位将军不必多礼 本王正要起兵伐位除掉李密 你们二位的加盟使我军如虎添翼 伐位已已经胜权在握了 郑王殿下过奖了 在下不敢当 末将魏文通愿意为殿下冲锋陷阵 建功立业 尽忠到底 末将新闻里愿为殿下粉身碎骨 二位将军的决心表得好 本王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谢郑王殿下厚爱 末将一定竭尽全力 好 明日尚武生正 本王要发兵落口 讨伐李密 您是何人 为何要当本都督的盗 我乃南洋侯武云照 你可是赛官公魏文通将军 在下魏文通 请南洋侯让道放我们过去 免得伤了和气 这是南洋的地界 你想借路而过 事先应该打个招呼才对 难道本都督讨伐反贼李密 也要经过你的同意吗 你这个人实在不讲道理 南洋的地界由我说了算 你横什么 气焰嚣张 今天这场厮杀是在所难免了 好 我就陪你过两周 来 一边 不能好去好散的爱 会让心窘解 离别 不代表磨灭一切 谎言 有些时候也许是体贴 你用泪矿回应我的真诚亮解 明天 我们都有艳阳天